小李芝为什么被称为咆哮地影 看完下面这段表演 或许你就会明白 从华尔街之狼开始 小李芝的演技就在咆哮之路上 一去不复返 直到在这部电影中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效果与水平 乍惊之下 感觉小李芝的身带都快要吼断了 小李芝也不想玩命 只怪本片大牌如云 除了小李芝本人 还有梅艺和大表姐 田查和大魔王 汇聚了五位奥斯卡得主 小李芝想不完命都不行 而这部群星会睡的不要抬头 也不只是一个科幻喜剧那么简单 否则吸引不了那么多实力派的加入 不少美国网友评论 这部片子将美国政商串通勾结 民众娱乐致死的乱象 讽刺的透彻自己 就连底库都给扒了出来 片中小李芝饰演一个天文学博士生导师 某天他的学生凯特观测到 有一颗彗星正朝地球方向袭来 似乎距离并不远 于是李博士经过仔细测算后发现 彗星的运动轨道直冲地球 再过六个月零食四天就会转过来 而且这颗彗星的直径长达五到十公里 如果撞击地球会释放出相当于十亿颗原子弹的能量 这意味着所有物种都会灭绝 李博士吓坏了 赶紧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美国航天局 局长一听 这事牵连太大 他做不了主 只能将李博士和他的学生凯特紧急运往华盛顿 去白宫面见总统 由于NASA旗下研究行星的黑博士陪同 但到了白宫 总统一直在忙 没空和他们聊 搞得几人都很迷惑 还有什么能比他们的事要紧 结果发现 总统是在给政要过生日 拉拢人心 中间只有一位将军 偶尔给李博士几人送点零食 而且还是要收费大 搞得白宫好像很廉洁 不乱花纳税人的钱 但等到晚上 凯特去冰箱拿零食才知道 凯特百思不得其解 堂堂将军为什么要骗他十块钱 也许这就是美国政府的服务理念 本来是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 但普通人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 而几人等到最后 当天还是没能见到总统 迟到隔天太阳快下山时 他们才见到总统 但总统听完之后 似乎并没有当回事 因为他听到 李博士是州立大学的教授 那么就有必要找些疼孝的教授 再评估评估这次危机的可信度了 但黑博士确立正 数据绝对没问题 六个月之后 彗星撞地球的几率高达99.78% 地球毁灭概率100% 他们必须马上启动防御计划 可总统的回复仍然是静观其变 最重要的原因是 中期选举三周后就要开始了 这种关口绝不能出乱子 否则执政党必输 你都明白这是一个悲惨的事 这是一个大约的身体 向我们的世界 在速度的身体 李博士 我听到你 我听到你 你应该很厉害 谢谢 一行人就这么被打发了 临走时 白宫幕僚长还交代他们 今天的谈话要绝对保密 但凯特可不管这些 这件事要想迎来转机 必须要经过媒体发酵 凯特的男友认识一个知名记者 通过记者的关系 李博士和凯特参加了一档 叫做天天接地的访谈节目 但两人并没有受到重视 被安排到很靠后的顺序出场 主持人先聊了一会儿 中期选举的八卦 大法官的提名人 竟然以前拍过色情片 然后请出了当红女歌手 聊她被知名男DJ惨欲的 分手绯闻 最离谱的是 女歌手当场连线 原谅了出轨的渣男 渣男趁是惊天大反转 居然隔空向女歌手求婚 心了个天的死 女歌手还答应了 这出炸裂三观的狗血复合大秀 可把粉丝们激动坏了 狂刷礼物 订阅付费专辑 恭喜爱豆 终获争取 话题热度也是蹭蹭往上涨 持灯榜首 显然女歌手是懂得流量和炒作的 在这场不讲逻辑的表演中 明星成功转化变现 平台赢得了收视率 观众也获得了刺激 妥妥的三颜娜 搞得主持人都是意有未尽的 请下了女歌手 随后才让李博士和凯特上了台 凯特非常严肃地说明了 会心即将撞地球的发现 但两个娱乐主持人并没有当回事 因为近年来 末日论实在是太多了 什么核泄漏 温室效应 外星人入侵 臭氧成空洞 大家都听得疲劳了 男主持人甚至调侃 会心会砸向哪里 祈祷能砸到她前妻家吧 听着两个主持人嘻嘻哈哈 紧绷的凯特 实在忍不料了 可能 可能 整个世界的灾灭 应该不应该是玩意的 应该是 恐惧 并不准备 事后根据后台显示 这期节目的主要流量 都被女歌手的作秀占据了 只有凯特失控咆哮的时候 产生了一些热度 不过全是负面花边 没有人关注凯特说了什么 网友只觉得 她的表情很扭曲 做成了各种恶搞的表情包 知名记者认为 看错了人 也不想再帮李博士和凯特 联系节目了 尤其是航天局局长 否认了会心事件的真实性 李博士很恼火 这个局长根本就什么都不懂 以前只是个麻醉丝 靠着捐助女总统才当上局长 李博士和凯特 一时也不知道 该如何宣传会心事件了 只要他们跟陌生人提起 都会被当成神经病 两人冷静了一阵子 但突然某天 他们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了 理由是泄露国家机密 其中最积极配合的 当属黑博士 在这里 留色人种要想活得久一点 面对执法人员时 举手一定要快 随后几人便被抓到了白宫 没想到 竟然是总统回心转意 决定要拯救地球 其实是因为 女总统跟大法官有奸情 这两天搞出了艳造门事件 对中期选举很不利 这种级别的性丑闻 需要一个核弹级新闻 才能压下去 所以 女总统才想到了会心事件 凯特难以自信 担忧有些庆幸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如此紧要的事件 没有第一时间回应 需要找个背锅侠 那就是亚义航天局局长 给他安个玩忽直守的罪名 我们将会照顾你 横车 当然 我要把 On-N-N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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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快 总统就搞了一场紧急发布会 向民众讲解了 彗星座地球这已突发危机 情况比世界大战还要紧急 所以他们提前做好了一份巨额国会开支账单 参议院及众议院全都绿灯通过 具体方案为这笔巨款将支持航天局和美军联合行动 利用火箭装载核弹发起一次抢先撞击 把即将袭来的会心撞离原有轨道 这项计划本来可以使用无人远程技术完成 但总统还是任命了一名雇佣兵 坐上火箭执行自杀式任务 因为美国永远需要英雄 于是美国政府再次打着拯救世界的旗号 扬帆启航 这些振奋人心的措施 成功让女总统爬出舆论漩涡 还一跃登上了救世主的神坛 女总统毫无悬念地 在中期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 而至于李博士和凯特也成为名人 天天受邀出席各大节目红得发指 男人一成功就管不住下半身 李博士也经不住女主持的考验 从舞台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床上 不久后终于来到了火箭发射日 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 这场生死存亡的行动 凯特和李博士作为发现者 还被授予了启动计划的权限 但令凯特比较纳闷的是 这时候战情室竟然还进来了一个 漫漫悠悠的资本家 他是某知名手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随即在战情室的指挥下 计划正式启动 数百枚火箭顺利升空 没有一个压迫他 这时的任务成功率 飙升到了81% 大家欢呼雀跃 祈祷着一切顺利 但就在这时 资本家看了条手机消息后 突然将女总统叫了出去 结果没过多久 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发射出去的飞船 竟然全部掉头折返了回来 这下全人类都猛批了 接着李博士还被任命为 白宫首席科学顾问 参加了一场紧急内阁会议 根据女总统解释 飞船返航的命令 是她下达的 因为资本家临时收到消息 会心上运藏着海量的稀有矿产 经济价值高达140万亿美元 如果能把这些稀有矿产开采出来 他们用的马桶都能镀金 李博士满脸问号 命都没了 要这些矿产有什么用呢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资本家提出了 胸有成竹的备用方案 一个巨大的彗星 地球当然无法承受 但他们公司 已经研发出了无人开采机 这些机器可以附阻在彗星上 使用纳米技术扫描 精确开采稀有矿产 等开采完毕后 他们再利用核裂变反应 将彗星切割成30个小型流星体 最后再让这些小型体 落入太平洋 人类接下这颇天的富贵 这些财富必将消灭贫穷 终结饥饿 解放全世界的穷人 李博士听完 整张脸已经彻底扭成了问号 这他们讲得跟神话似的 凯特一听也扎了 由于太激动 凯特被民众认了出来 这让凯特更加激动 直接将消息报了出来 这政商勾结不惜毁灭地球的消息 好像一把烈火摇远 把整个城市都点燃啊 平民纷纷变成法外狂徒 各种打砸墙 社会完全乱的套 于是凯特再次洗提黑头套 被FBI带走了 罪名依然是泄露国家安全机密 不想坐牢只有一个选择 签署保密协议 再也不能发表 任何与会心事件有关的言论 为了自由 凯特只能妥协 被释放后 他干脆回了老家 但没想到一进门 父母也命令凯特 不得再唱空会心开采计划 因为他们已经失业很久了 会心开采将会带来 大量的工作机会 希望女儿不要挡他们的生路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穷人 还是很多的 毕竟社会阶层固化 太穷或者太富的人 面对机遇都会变得很疯狂 当时卡在中间的中产 希望生活保持原样 他们认为会心根本就不存在 另一边 李博士依然还舍不得名利 夜夜加班加点 与女主持讨论工作 但不幸被老婆给捉了钱 李博士舍不得名利 继续跟着总统鬼混 但他也发现 资本家是真的很不靠谱 开采计划到目前为止 没有经过任何同行的科学评估 内部员工谁敢提出问题 谁就会被吊岗或者开除 更离谱的是 国会还百分百相信计划会成功 已经提前给自立政府 支付了900亿美元 到时候让海啸光顾他们国家的海岸 李博士再也坐不住了 他知道这帮政客和商人全都疯了 于是在电视节目中 他只能用歇斯底里的咆哮 来换醒民众 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时间 去订阅 那是在电视节目中 那是在电视节目中 我认为是在电视节目中 我认为是在电视节目中 那是在电视节目中 有利用的利用的利用的利用 我认为是在电视节目中 李博士也被下岗 在卷铺盖回家的路上 一抬头竟然发现 会心已经肉眼可见了 比北极星都要耀眼 李博士赶紧联合凯特开直播 为了唤醒民众 李博士和凯特 就此成立了快抬头党派 女总统自然不能放任 他们发展壮大 便将李博士和凯特的言论 定义为了阴谋论 所以女总统的旗号 就是别抬头 双方为了拉票 个领风骚 女总统继续发挥 脸皮厚的优势 天天搞演讲玩洗脑 快抬头 属于位置正在野党 必须要给足福利 才能赢得民心 所以李博士便邀请 当红女歌手 搞了一场拉票演唱会 场面一度相当魔幻 为了唤醒民众 李博士费尽心事 还呼吁有能力的大国 不要再指望美国 运须自行发起 核弹偏航计划拯救地球 于是各国集中力量 准备在俄罗斯 启动偏航计划 但不幸的是 发射基地很快就遭到了爆破 如今最可靠的偏航计划 彻底失败 只能指望资本家的 无人机开采计划了 但李博士知道 这完全是吃人说梦 他根本不报任何希望 干脆回了老家 向老婆赴金起罪 祈求原谅 希望全家人 能一起吃个团圆饭 老婆也不再追究 回来就好 他告诉李博士 其实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律过你一次 这下咱们算是扯平了 另一边 资本家的开采计划 正式启动 结果确实如李博士所料 火箭刚发射 就故障了一半 最后只剩不足十台机器 成功附着在彗星上 当启动了爆破 分离命令后 机器全都炸美了 彗星依然毫发无损 于是资本家赶紧找借口 溜之大吉 等众人反应过来时 资本家已经和女总统坐上直升机 准备飞向太空啊 飞船里有先进的冷冻舱 可以将它们暂时冻结 直到飞船找到人类已居的星球 女总统还给了李博士两个名额 让他可以带着情人或者老婆上船 李博士拒绝了 他宁愿和亲人一起死 在最后的这段日子里 除了李博士的何家欢死法 还有人重欲狂欢 有人仰天咆哮 有人平静如斯 时间一到 一切都不过是幻梦一场 22740年后 那时候宰满富商政客的宇宙飞船 终于找到了一个存有生命的星球 含氧量比地球还高出9% 于是程序被触发 冷冻舱自动降落 但悲催的是 大家刚一落地 就遭到了不明生物的捕杀 人类文明就此陨落 《不要抬头》是亚当·麦凯之道 2021年上映的作品 这是一部披着科幻电影外可大 黑色喜剧片 或许灰星撞地球毁灭人类 确实有一点夸张 但近些年来 人类对待一些全球危机的态度 别的不说 就比如刚刚过去的新冠 跟电影里的部分景象 也差不了多少 全都是一副 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众生象 政客贪恋权力 媒体贪恋流量 资本无脑逐利 民众愚昧跟风 电影里的死亡会心 隐喻的正式破绽媒体的 全球变暖危机 导演有感于近些年 政府和媒体 面对各种危机的麻木不忍 所以才决定拍摄 这么一部影片 警醒四恩 如今的世界 人类每天都在互相戕害 各个组织团体 各个政府机构 都在想方设法的 为自己攫取更多利益 人们在意的 永远都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 就算到了世界末日 都没办法放下成见和愚昧 今天人们信奉的是 不要抬头 好好当一个精致的 利己主义的低头主 世界毁灭 与我何干 这世界疯狂的事和荒唐的事 层出不穷 没有最离谱 只有更离谱 而最最离谱的就是 每个人或许都能意识到 我们正在走向毁灭 但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 走向毁灭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记得 关注点赞加评论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